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幻腾高老师 那我来继续帮各位解说Android的设计,招式之美 这是我的MV的照片 那我现在的课程呢,只要就是从这本书来当成一个内容 来帮各位做解说 那我上次也说过了,这个是在2009年的时候 我所写的一本Android的书 那当时就是在介绍Android的架构 那发现了这个很多的结构 那它背后的这个设计的思维 设计的思维 不容易来解释 所以呢,就想说透过这个 四人帮的这本书 来当成一个字典 然后来帮忙解释Android这个整个软件体系 里头呢,各个结构的背后的意义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进入这一个设计模式 跟Android框架之间的这种关联性 跟它的关系帮你做个解说 那在这个单元呢 我来说明什么叫做这个招式 就是什么叫做设计模式 然后简介呢 介绍这个软件的这个设计模式 那谈到软件的设计模式 都要从这个Alexander这个建筑师的这一个模式 就是亚历山大呢 他在这个1970年代 就在建筑业 他是一个建筑很有名的建筑师 在建筑业呢 他就找到了253个这个pattern 就是建筑业的这个pattern 253个 那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做建筑业的pattern language pattern language 那后来就影响到这一个软件产业啦 所以呢到1995年 这个Guncle4呢 这四个有名的作者呢 就写出一本书 找到了在软件里头 找到23个常用的设计模式 好了 谈完了这个设计模式之后呢 那我们就来说明这个应用框架 这是一个实际的系统咯 所以应用框架 等于是一个建筑物 一个就说是一个教堂 像一个教堂 这样子 OK 那这个pattern呢 就像这个教堂里头呢 有很多这个门啦 窗户啦 对不对 就是有门 有窗户 等 那这个门呢 有它的造型 窗户也有它的造型 OK 那这种 这种特定的造型会出现在不同的教堂上 它出现在这个 这个教堂 也出现在这个学校 也会出现在这个医院 也会出现在医院等等的 所以呢 这个每个教堂 学校 这个医院 都是独特的 都是各自 各自都是 这个气象万千的 都是不相同的 都是不相同的 但是 这个你仔细去看它的门 窗 它的这个格式 格局呢 却都是一样的 因此呢 这种 教堂 学校 医院 都是 不相同的 但是 门窗 都是 不断的 重复 不断的 重复出现 它的形式 是reusable 它的结构 结构呢 是这个 reusable 是可以互用的 因此呢 就把这些 不同的教堂 学校 医院里头 相同的 这个门的结构 窗的 这个形式 结构 就是形式 也就是造型 把它抓出来 就成为 我们这里所说的 这一个 设计模式 啰 所以相对上 应用框架 就相当于教堂 所以 Android的应用框架 Android的应用框架 跟iOS的应用框架 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 Android的 这一个 Framework 跟这个iOS iPhone 跟这个iPhone 跟这个iphone的 Famework呢 它是两个 不同的教堂 但是 内部的 门窗的 结构 却是 非常的 相近 非常的相近 所以 应用框架 相当于 教堂 所以每一间 教堂 都是有它的 独特性 都是各自 气象万千 但是里头的 比较小的 模块 就是 窗户 门窗 这设计模式 却常常 都是一样的 那这就是 我们在这里 要特别 图显的 一个重点 就在这里 就是设计模式 跟应用框架 之间 到底什么关系 那让你 能够理解 那是框架的 设计的 基本思维 为什么 它会 发现 有这样的 一个重复性的 东西呢 因为 它的变 跟不变 是分离的 所以 你会看到 它的 不变 的部分 也会看到 它变 的部分 你会看到 每个门 也都是不一样 但是门的 结构造型 的形式 却是一样的 每个窗户 都不一样 但是窗户 背后的 结构 形式 却是一样的 OK 并不是说 不同的教堂 它的门 是一样 不是这样说的 是它的门 也都是不一样 但是 它门的 背后的形式 是一样的 譬如说 你拿了一把伞 跟我拿了一把伞 它在外表 它的布 都是不一样 你是绿色的 我是红色的 但是 它的结构 是一样的 所以才叫 阳伞 OK 并不是说 它的布 都是从 阳人手中来的 而是说 这个布 都是当地的 但是 结构 形式 是阳人设计的 OK 所以它叫做 阳伞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 解说了 这个设计 模式的 更深层的 一个来源 跟它的意义 所以我们说明了 围棋 有它的棋谱 棋谱也是 专家常常 不断的运用 的一个招式 烹饪里头 有食谱 也是 在烹饪当中 专家常常 使用的招式 武功 有这个招式 像白鹤亮翅 月下偷逃 OK 战争也有 它的兵法 有它的兵法 攻心为上 这位 攻心为上 兵贵 神术 等等 都是 战争里头 常用的 好 吊虎离山 也是 这些都是 专家和高手的 经验的心得 连小偷都有 它的 诀窍 有它的 惯用的招式 叫做 惯用的 伎俩 所以 惯用的 伎俩 其实就是 模式 这是 伎俩 所以 这叫 所以 虽然 Android的 框架 是一个 气象万全的 独特设计 要记得 应用 框架 就是教堂 每一座教堂 都是unique的 好 所以 每一个 教堂 背后 的 architecture 架构 每一座 教堂 背后的 架构 是 独特的 所以 大家要了解 啰 所谓架构 是独特的 每一个 系统的架构 都是独特的 所以 每一个 应用框架 都是独特的 但是 它内部的 运用的 这个招数 却是 几乎 通通是 一样的 大同小异 OK 所以 像 WinMomo 塞班 等其他平台 通通是不一样 但是 这些 独特 气质的 背后 却 应用的 专家们 常用的 一样的 Design Pattern 所以 Design Pattern 是一样的 只是 它的这个 Pattern 只是一个 形式 只是一个 形 Pattern 只是一个 形 所以 我们 在 相同的 形 当中 可以 把它 放进去 不一样的 这个 内含 不一样的 内含 就 Content 所以 渐渐 你就可以了解了 Content 跟 Form 是不一样的 这是 形 这是 内含 内容 所以 你用 阳伞 来做 比喻 一支 阳伞 它的 形 是一样的 但是 它的 花纹 布 还有 细节的 结构 统统不一样 因此 独特的 气质 展现在 它的内容 展现在 形之间的 组合 那 相同的 点 展现在 它的 形式 结构 所以呢 我们 在 谈 设计 模式 通通 跟 架构 是有关的 每个系统 的架构 都是 独特的 但是 架构 内部 两个 不同 架构 内部的 这个 小模块 它的造型 确实 几乎 都是一样的 因此呢 模式 应用的 好 就能够化解 从土 为祥和 把问题呢 化解了 因此 人们就会感觉到 很舒畅 很舒服 因此呢 好的设计师 好的架构师 就是运用 这些 大家 感觉到 很舒畅的 这个模式 Pattern 的一种 组合 来形成 气象万千的 独特的 作品 这叫架构 独特的 作品叫架构 因此呢 这个独特的 作品呢 就显现出 独特的 气质 而且 令人感到 非常的 舒畅 快活 因此呢 就成为 令人 心旷生意的 杰出 作品 OK 所以因此 我们就得到了 了解了 所谓 Pattern 就是在某个 领域里头的 一个专家 是一群专家 针对 常常出现的问题 提出 他们的 惯用 有效 能够让人 觉得舒畅 的 姐姐之道 所以它是在特定的 Domain 所以Pattern 所以Pattern 关联有三个要素 Domain 要素 Problem 另外一个要素 Solution OK Solution 好 那么 因为它出 注于这个专家 所以 模式是高质量的 它是惯用的 有效的 令人 舒畅的 而且 它是经常出现的 因为 常常出现的问题 常常出现的问题 所以呢 就值得去学习 从这个 从这个学习当中 去获取 这个专家的经验 所以呢 具有高度的 使用价值 杰出的设计品 需要融入 环境的因素 并使得环境设计品 构成一个 整体的和谐 这在讲说 这个Domain的意义 就是说 某个设计品呢 它要跟外在环境 这个Domain 就跟这个Counted有关 所以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会面临不同环境上的需求 就在特定的领域当中 那它有它的环境 环境呢 会衍生出来 对这个设计品有不同的需求 比如说 你建立一个学校 或是你开一个店家 但是你在于这个某个城市里头 你要用到城市的店 所以呢 你需要缴费 你需要缴税 给政府 所以呢 电力公司 政府啊 等等 都会提出各种的需求跟条件 好 那么 我们的 面对的问题 就是必须去解决这些需求问题 但这些需求问题 常常会冲突 而不和谐的现象 不和谐的现象 OK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用这个模式来化解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用这个模式来化解 这是社会的需求 那么我们在设计交通道路的时候 我们就面临这个社会的这个要求 从车子有车子的需求 人有人的需求 那整个社会也有和谐的需求 就整个政府来讲 他希望 无论是行人 或者是 这个汽车 都能够非常顺畅的行驶 不要发生车祸 事故等等的 好 所以来自不同的环境 汽车有汽车的需求 那这个 政府有政府的需求 行人有行人的需求 因此呢 如何去化解这样的一个冲突呢 这就是Pattern Law 就叫做设计模式 所以设计模式用下去之后 那这一个就能够解决掉这个问题了 在城市的交通 怎么去解决这个行人 还有汽车 还有社会的需求的冲突呢 非常简单 就是班马线加红绿灯 OK 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地方 在十字路口的地方 加个红绿灯 来化解车子之间的冲突 再化个斑马线 来化解这一个 行人跟汽车之间的冲突问题 所以 红绿灯跟斑马线 就是一种Pattern 任何城市都会遇到这样同样的问题 任何城市都会遇到这样同样的问题 在交通的领域里头 有这一个交通冲突的问题 行人汽车的问题 解决之道 每一个城市都会遇到这个行人汽车的问题 每个城市都有交通领域 那这个专家常常用的一个解决之道 就是红绿灯加斑马线 OK 因此呢 我们都可以借助其他专家的这种经验 以及实行之后的效果 来 借用他的这一个 他三知识 可以借进嘛 借进之后 我们就可以少自己 少去创造 更多更多新东西了 我们就更得到快速有效的东西了 所以这并不意味着设计模式缺乏创意 因为模式是抽象的 运用的时候你要看环境 刚刚有提到Contact 看这个环境的特殊性来做修正 OK 然后才能够产生具体的方案 具体的方案 譬如说 如果你今天 这一个 这一个不是只有行人 还有这个脚踏车 那这个斑马线 可能要做稍微的调整 你可能划分了两块 一块是脚踏车走的线 一块是行人的 所以要随着环境 你的环境是有脚踏车到 所以要做修正 才能够产生一个可用的Solution 也就是说你必须随着不同你自己的特殊的环境的特殊的因素 来对这个Pattern做修正 才能产生一个新的可用的有效的具体的方案 因此设计模式 只是给你引导你的创意 让你急一缓三 让你医院化腐乳之后 你还会再有更多的创意来做修正 考虑外在环境 你自己环境的独特性 那这样子 因此呢 这一个像食谱一样 并没有限制大师傅的创新 反而激发大师傅的更多创意 所以模式告诉我们理想的方案像什么 有哪些特性 也告诉我们哪些规则 让我们去参考 而且产生适合的具体方案 但是这一些规则呢 我们就必须要有更多的灵活性 更多的创意 才能够融入到外在的环境当中 才能得到具体的方案 也就是说 每个人不能直接拿别人的具体方案 就直接把它套用在自己的环境上 而是要急一缓三 更多的创意 来这一个只是接受模式的引导 然后增加了见识性 那模式呢 就是像英语的文法 那它会组合成更大的文章 等等的 所以模式可以组成更大的 这个句子 就像句子指成文章 所以它有一些规则 所以每个作家都有一套 他自己的规则把它组合起来 譬如说 门跟窗 那你怎么组合 那每一个教堂 可能组合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一个模式的组合也是一种创新 所以将模式流畅的组合成一个设计品 所以我们不只是拿模式来直接用上去 我们还在模式的纸和当中会有更多更多的创意 就像每位音乐家都可以拿不同的旋律来把它组合成一个非常动听的乐章 每位诗人都可以有他惯用的手法来将各种诗歌的模式组合成诗篇 这样子 譬如说李白跟杜甫 虽然都用的都是同样的七言绝记 就李白跟杜甫在唐诗嘛 七言绝记 它是每个每一句 它是四句 这是唐诗 唐诗 唐诗是四句 然后七个字嘛 四句七个字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四句七个字 就是一种造型 一种形 那李白跟杜甫都拿这个形来组合出这一个各式各样的唐诗 因此呢 这一个造型或pattern并不影响这个人们的创意 好 那我们暂时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 待会继续 这边 大家来� advertisements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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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吝点赞